好 這一張是數位相機拍的 數位相機拍的 Keyarong Keyarong 5D2的樣子 5D2拍的 為什麼Keyarong沒有特別的講到它的鏡頭 在這裡面沒有寫到鏡頭 有 那個270mm F2 2.8 那個是鏡頭 所以這是Keyarong本身的鏡頭 Keyarong本身的鏡頭 對 Vistar是日本製的鏡頭 四層五相機 那Slider是 德國的結合在一起 整體都是Keyarong的 那這一張是用重複曝光的概念 過去短片的時候是重複曝光 也就是說拍這張照片 必須要晚上3點的時候就到這裡 就是3點開始拍 開始拍 自己開車 開始去繞那個鏡鏡 摔駕著然後自己去繞 對 那個是車的尾燈 對 車的尾燈 我以為是客人的車 是你的車 對 因為那個地方 3點沒有人開車 沒有人不是 這個地方不是可以通到別的地方去的 是是是 不通的 必須要再車再摺回來 哎呀 原地裡面啊 工作的那個路 產業道 產業道 他們自己的 自己原地的產業道 產業道 它不是很大的馬路 了解 所以自己開車下去 用尾燈來製造這個曲線 是是是 那個時候3點的時候 整個天是漆黑的 整個天是漆黑的 那所以只有這個 這個車燈軌跡顯露出來 是 其他都是黑 包括天空 包括地面 包括那個縱土 都是黑的 好啦 等到 這個 天快亮的時候 大概 那個 八月份 八月應該是在 五點 五點五六 四點多啦 大概四點 八月 天快亮的時候 有彩霞了 才做第二次曝光 底面也是這樣子 我們以前的底面就是 先下去繞 繞完的時候就等 那個是三點的時候 那等到四點多 快五點的時候 彩霞出來 然後才做第二次曝光 那第二次曝光就要 注意了 要使用到一些技巧 因為天空很亮 地面很暗 那你想說 你如果說 只按照天空亮的來拍下來的話 地面也是全黑的 對啊 那會變成 只有車燈軌跡是亮出來的 其他地面是整個黑的 天空是彩霞出來亮的 對啊 那這個時候要一些技巧 就是說 要用 那個 這個來 搖黑卡 要搖黑卡 要搖一下 要搖黑卡 也就是黑卡在 在亮的地方遮住 哦 比方說 我用 不要說 我用六秒鐘的時間 那上面我遮大概 讓它變成 兩秒鐘 露出來 那 地底下 地下 大概用六秒鐘來曝光 上面遮遮遮遮 這個要搖 你不搖的話 會有一條線會出來 有一條黑線會跑出來 搖搖搖搖 然後 大概兩秒 剩下兩秒鐘 拉起來 讓天空曝光兩秒鐘 下面大概要六秒鐘 大概是這樣 我忘記了它那個數據 哦 這個 0.6 這個是0.6秒 0.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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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這也是 花 金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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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金針山有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 叫做刺客山 它是玉呂的刺客山 對 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叫做 富裕的 六十淡山 六十淡山 六十十山 不過那個死啊 也有叫做淡 六十淡山 這樣 好 那這 這張就這樣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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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